Julie他是一個在Julie V的間諜 大家好我是Julie 我不只是在Julie V也是間諜 我在OCF也是間諜 所以我這是跟間諜們一起到了歐洲去參加兩個訪談 兩個conference 然後是要來跟大家分享像我們去參加的conference的一些 嗯... 心得 簡單的心得 那等一下小班也會分享更多的東西 那我們參加 我的題目是定說 The Gap Between Open Data and Open Governance 然後中間有一個不是很確定的括號是Bridge 也是想要問問看 可不可能我們真的找到Bridge因為我們有答案 那我們參加了兩個conference 一個是在Holoens的T-TEC 一個是在柏林的Data Summit 那T-TEC他的全文是The Impact of CVTEC 所以他是在看公民科技的一個影響力 那他跟我們所搭載台灣的那種Jelie Me Samia或Costco不太一樣 他是比較研究者導向的去看公民科技如果怎麼 我們怎麼去衡量他的影響力喔 然後... 嗯... 那兩天的過程中比較重...比較主要的主題喔 我自己分類下來有四大塊 一個是Open Data 一個是公民科技 然後媒體跟公民參與這四大塊 那當然這中間其實有很多重複的地方 然後Data Summit的話是德文... 是德國的在柏林 那他主要是圍繞在Data為主 但因為他全部幾乎都是德文的那個一整天議程 我們去了才發現 然後只有中間兩個參與者是用英文發表 所以我們從頭到尾知道他們一直在討論的是Data,Open Government,Democracy 因為這三個字剛好就是這樣發音 所以我想他們的在討論Data這件事還是跟這三件事有很強烈的連結喔 不過今天會分享的是在這個Data Summit的第二天喔 我們就是OCM跟就是Gym從這樣的角度 我們有一個工作坊在談Open Government 所以我今天會跟大家分享的是從TTAG怎麼談Open Data 到我們的工作坊 然後我們看到的東西 那我會Focus在Open Data的部分 是因為我的報告大家可能早上已經知道 就是我要衡量Open Data這件事 我發現它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那我就在看到底國外的研究者怎麼去做這個衡量的 第一個跟他分享是 這位他是從中南美洲來的研究者 不是很會發他的名字 Fabrizeo 他在做的是中南美洲三個國家 怎麼樣把Open Data應用在醫療衛生服務上面這樣子的那個 那他的分析的結果 他沒有給我們看太多的他中間的一些資料 不過他就是給我們一個很簡單的考古圈 他分析了他們的脈絡 這些醫療資料怎麼樣跟人們的醫療上面的需求連結 他把秘魯、墨西哥跟烏拉圭分成了三種不同的可能性 就是Open Data在公民跟政府之間的可能性 第一個他說是Citizen Control 但是其實他的意思我覺得比較接近是說透明 就是他認為說在秘魯的脈絡下 他們的開放資料的基礎建設還不是那麼齊全 所以開放健康醫療資料更多程度是改善他們醫療制度裡面有的貪污 然後讓事情可以更透明化 就是三密魯的狀況 那墨西哥的狀況更好一點 墨西哥他們已經有線上跟線下的一些平台 所以這個資料開放在這個平台之後 人民可以透過這些資料去跟政府的政策跟更多的一些互動 所以他說在墨西這個階段已經到了一個Citizen Engage 一個參與的過程 那烏拉圭的話他認為更進一步了 就是他們不只有這個線上線下的平台 人們甚至會運用開放資料來進行公共政策的討論 然後進一步來推動更好的跟健康醫療有關的政策 所以他認為在烏拉圭這一塊已經可以看到政府跟民間共同在協作 透過建立在這個開放資料上的一個協作 所以他認為我們怎麼樣可以從除了透明之外 一直到參與一直到協作這個過程 其實杜拉圭的例子裡面有四個很重要的條件 一個是有很促進開放的環境 第二個是他們有很明確的政策方向 第三個是公眾的Data Literacy是相對而言好的 相對於其他國家 第四個是他有一個很正向的回饋機制 可以讓這些大家的Feeder很圍頭到政策的制定當中 那第二個跟大家分享就是怎麼評量的方式 這個不是在分析他自己的研究 他是拿別人的東西來說 所以其實他不太告訴我們他的資料哪裡來的 他也只是分享他們的做法 那這個做法主要是用Mating的 那他的出發點是認為說 其實我們看到民間有很多的資料的使用 然後我們也看到政府有很多Portal 但是顯然這個Demain的需求供需端之間 好像很大的落差 所以常常會罵政府說 這資料提供的是我要用的 那我們怎麼去找真正的Data Public資料的公眾權 他認為這個概念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是透過了去爬Google Search 跟Twitter的一些文字 然後還有Focus Group的問君調查 然後做出了一個這樣的Mating 所以在Mating裡面就會看到 其實有非常多不同的Actor在運用 這是在用Budget那個預算資料 然後綠色的部分就是 出現跟預算相關的字詞是什麼 譬如說他是政府透明啊 他可能是什麼應用啊或什麼 然後讓大家去有一個比較明確的知道 原來預算資料可能可以跟什麼運用 那他還有沒有什麼潛在的可能性 跟需要Reach到的人群 對 所以從兩個可以看到 他其實是滿議題取向跟脈絡分析的 在看開放資料這一塊 那因為我時間不夠我要跳過這兩個 那我今天還想談的就是 這個是在Ttape中看到的一些成果的那個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常常在討論過程中 就會把開放資料視為 好像就是開放政府的基礎 然後或者說中間好像有很明確的連結 跟他大家其實說不太清楚這塊 那如果我們說開放資料 是一種可以實踐的技術 他比較好操作 開放政府如果是一個 希望去改造民主的理念跟運動 第三部那個開放治理會是什麼呢 這也是我們在我們workshop裡面 想要跟大家討論的 那那個workshop的組成是這樣的 我們把人群分成三群 然後個別去討論 如果我們今天要有一個開放的社群 開放的專案跟開放的活動 我們應該要怎麼去運作 然後你會遇到什麼困難 有時候我們想要思考的是在不同的情境中 開放這裡是有可能嗎 是可以怎麼操作的 但是我們遇到一個狀態是 這三群裡面的討論 我是扮演community那個的主角 然後開放社群這一塊 他們提的社群是一個很巨大的社群 是市 SCT 然後他們在討論這個市的內容困難點的時候 就回到了怎麼開放市的資料 又回到了資料 就是在那天的討論裡面 你會發現三組人馬討論的事情 到最後都還是回到了開放市道這件事 而不是我們可能在 比較希望可以approach到的人跟人的關係啊 或是說更多的猜疑這樣子的面向 所以可能也是脈絡上的不同 那我們也就在想說 是不是其實根本就還沒有見出 這三段中間的連結 那這三段中間真的會有這樣子的連結性嗎 那最後就只是要跟他宣傳一下喔 就是我們去參加這兩個制度 主要是為了宣傳這個9月的活動 是Civitech Best 然後是由開放文化基金會主辦 在9月 大家可以上網去看看 那現在正在徵求提案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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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